对于烂片,大家都是近而远之 如果问这个世界有什么烂片 扎堆的名字说夸张点可以老地球一圈 但是仔细一想 烂片这个词汇还是近些年来才被创造出来了 可今天我好讲的动画可以说是一切的起源 被称为烂片时代的开创者 而词原领域的烂片之光就是由他引领 他的名字叫做《魔法战争》 最糟糕的是 竟然还有很多人的路坑作就是这部神奇动画 而更糟糕的是 很多人看完这部动画后就发现 之后每一部看过的动画都是神作 到底是什么样的剧情可以产生出这样的魔力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故事男主是一个高中生 和其他高中生不同的是 他有一个漂亮的金发女友 和其他女朋友不一样的是 这个金发一点都不傲娇 毕竟在其他动画中有这种颜色的女孩一般都很傲娇 而其他剧的剧情就开始回归正常情小说的套路 男主发现一个妹子昏倒 脑袋着妹子去医务室 结果妹子迟迟不醒 男主心想这也不是个事 结果妹子突然醒来 然后喊了一声 Nissa就碰到男主怀里 清醒后认为是男主占自己便宜 然后就拿枪射击 于是养男的羁绊就这样形成 而妹子远迟男主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男主是第一次接问 而自己也是第一次接问 等价交换似乎不亏 所以就算了 之后故事的其他角色就开始陆续登场 而他们就是妹子口中所说的反派 妹子说自己的哥哥就是被这些反派洗脑 那个有着跟他一样的呆毛男子 就是他的哥哥 他一定要救出自己的哥哥 对方是来抓他的 于是大战一触即发 所以我们男主肯定是得给女主留下好印象 所以这一战 男主拔出了自己珍藏的竹刀 和反派的大砍刀较量起来 先不说这竹刀的质量为什么这么好 光是这两刀碰撞出来的火花就够累人了 而在观众都以为男主是一个很强的人时 作者也给出了这个故事的背景设定 原来妹子他们这些人都是魔法师 而魔法师有好有坏 那些洗脑哥哥的反派就是坏魔法师 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来抓自己的 而因为一开始用魔法手枪打了男主 橄榄城的魔法师 决心的能力是百分百闪避 这才造成了经验丰富的反派 打不死她的局面 而这些设定都还不是最骚的 让人玩玩没想到的是 男主拔用金发又一次出现后 这个动画的究极设定必由此诞生 因为另一个反派能够金发很碍事 所以便打算先解决掉金发 可是前面也讲过 魔法师如果用魔法打了普通人 就会让他变成魔法师 而魔法师之间不可以在现实世界中 用伤害类型的魔法互殴 否则就会触发大魔法师设下的规矩而自爆 所以男主角性的魔法是百分百闪避 这种技能属于辅助技能 于是便可以在现实世界中使用 那些什么核爆魔法 属于伤害类型的魔法 一律不得使用 作为魔法师却只能用物理伤害 也就是拿着大砍刀攻击 这到底是魔法师还是战士啊 而这也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很难理解 为什么魔法师之间 狐狗就会自爆 那大魔法师为什么不定下 只要魔法师伤害普通人 就会自爆的设定 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保护人类安全 可是魔法师却可以伤害普通人 也可以把普通人变成魔法师 把普通人变成魔法师 这个设定真的特别让人跳戏 我从感觉这不是魔法战争 这根本就是僵尸战争 那整几个僵尸放魔法 我都觉得特别吸引啊 而之后的剧情 就是开始彻底为要在魔法师之间讲述 男主的肌肉在之前也被反派袭击 但是对方准备好了魔法攻击 结果却因为摔倒而把自己摔晕了 所以男主肌肉还有金发女友 以及男主都被魔法攻击到了 于是都变成了僵尸 呃呸呸不对是魔法师 所以妹子就带了他们三人 一起去了自己的魔法学校 在这里就不是现实事件那样的操作了 也就是说魔法师可以和魔法师对打了 那么之前解释那么多的设定 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让那个反派小漏洞死得特别合理 反正作者解释了 我不管你听不听 不听也得听 这就是魔法战争的精神所在 他总是在暗常规套路的方向走着 却总会给你不常规的惊喜 所有魔法师都蒙昧一求得到一把神器魔剑 只要魔剑出场 必是一场血雨腥风 而身为男主拥有主角光环 自然可以得到这把魔剑 一般轻感漫画番剧 肯定是男主需要经历一场冒险 把自己的命搞得差不多快没了才得到 这样才能体现出这把神器的得之不易 可是魔法战争的男主 确实在路过魔法学校的一个店铺 对着导板说了一句 呃我要一把很厉害很屌的武器 于是男主就得到了这把传说中的神器魔剑 作者显然特别明白一句俗话 只要我不尴尬 那么尴尬的就是观众 只要观众不觉得尴尬 那么这部动画就没什么问题 怎样看起来都不亏 得到武器后的男主就开始在魔法学校开始训练 几个人执行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帮助妹子唤醒那个被洗脑的哥哥 而哥哥能力就比较正常 可是之前不是讲过机友 还有金发也觉醒了魔法 四个魔法师去打一个魔法师 在人数上是占了优势 但是战斗过程却让观众累到不行 因为男主除了闪避 什么都不会 而女主的魔法是射击 可是对手是哥哥 所以女主的战斗力基本为零 天天拿着枪举着就是不开炮 而极有觉醒的魔法是火焰 可是因为还没办法掌控 所以一直自爆 而金发的能力就显得特别强大 但是跟拯救哥哥这个任务 没有把毛钱关系 这个能力的主要作用在我看来 就是延长观众观看的时长 十二级剧情这个变身魔法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了用 但是你说少了这个魔法 我可能还真就不看了 而因为哥哥实力太强大 所以妹子一直想要用嘴盾唤醒 可是奶奶回回都是哥哥 快醒来 我是你妹 大家都在吐槽回忆人者的嘴盾 可好得人家讲了很多所以来 但是魔法战争就是 试图想要用啰嗦来感化对方 好了哥哥最后要么爆发打死他们 要么就是说 你好啰嗦 你是我妹 你是我妹可以吧 你别搜 我这个建议还真的可行 挺适合这个不按偷入走的动画 但最后作者还是想出更骚的操作 之前拿的魔剑总得有点作用吧 而这把魔剑的强大 就是可以复制别人的魔法 哎 这就有点那味道了是不是 可是复制的方法 竟然是要别人把自己的魔法戳成子弹 这把魔剑就变成了魔枪 然后男主还是被挨揍 最长神技 根本没有一点了用 最后打败哥哥的方法 竟然是妹子拿着小档 戳出来子弹 打败了哥哥 我讲了这么多剧情 是不是被累到了呢 是不是以为剧情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你就打错特错 因为我讲到现在 只是魔法战争的第一阶段 而下一阶段讲述的是关于男主的 绅士之谜 也讲述了关于魔法世界的 最终大反派 那么这些后续剧情 会不会给这部动画 挽回一点迷之剧情的尴尬呢 完全不会 因为它根本就是越播越迷 但迷的让人越来越喜欢这部动画 因为很多神作动画 其实就是因为各种反转 所以在被扣上了神作 可是魔法战争那么多反转 为什么一直被骂 我在讲一段后续的剧情 都全部剧透了 但是保证会累死你的 那把没什么俩用的魔剑 竟然还有个特别的身份 而这个身份就是里面有个剑铃 有点像死神那种设定 可是这个剑铃对男主特别不满 每天在男主休息的时候吸精 气 这样下去男主迟早会被剑铃给吸干死掉 所以男主必须到剑的世界 收服剑铃 可是打不过 在经济差点又要被吸干的时候 最后竟然用一句话赶化了他 而全服这个剑铃之后 魔剑也没有任何变化 说句不好听的 该吸还是被吸 而外人却几波投降得到直播神器 啊 你拥有传说中的神器 啊 快将说你的神器 而最后的结局我就不去剧透了 我感觉即使虽然雷人 但是这种如此神奇的剧情 绝对仅此一家 最近无人超越魔法战争 而他的结局 被人称为 动漫界的十大未解之谜 之首 魔法战争其实你要说难看 也不会到看我下去 我也没去收钱洗白档 你们去看 而只让那些好奇的小伙伴 可去体验一下 毕竟靠烂恶火的作品不多 人总是有好奇心 所以相信看完解说 最后去看的人应该也不少 这算是我做解说了这么多年 推荐的最差的动画 但是 我竟很想到视频前的你们 多去看看这部动画 当我们一起体验一下 如此类似的剧情 究竟埋着什么样的结局 如果你问我是不是因为好奇心 才去看的这部动画 那你就打错特错了 其实我是冲了变身的鸡毛 毕竟2014年的魔法战争 不只是开启难辨世代 各自开启了二次元卖漏的征途 因为金发的变身 我除了想到是为了卖漏而卖漏 我真的是想不到 还有什么理由 可以解释了 拿大队 奶妈 呸呸呸呸呸 不过有一说一 金发变身是真的好看 而这部影片是过神影片 所以看不看就看你自己了吧 我是少年 有文明年有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 努力